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的不断蔓延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谭德塞也呼吁所有国家尽早采取积极行动 保护本国民众 为了防范疫情扩大 泰国公共卫生部门特别设立临时隔离所 临时隔离所照片一曝光就被网友质疑 这是文章 3月9日泰国发布公告 由中港澳、韩国、意大利及伊朗入境的旅客需自行隔离14天 泰国于孔敬省设立临时隔离所给不合法滞留国外当劳务由义区返回的泰国人使用 外国人需自行付款在酒店隔离 隔离所设有40个床位 还有洗衣机、洗手间、淋浴间以及肥皂、牙膏、洗衣粉等生活日用品供隔离者使用 临时隔离所床位曝光让人瞠目 文章家床垫组成的隔离间被网友调侃 这是阿玛餐桌必备 隔离的人 原来我只是餐桌上的一道菜 落地先15天 隔离4天 剩一天旅游 躺在里面的人感觉自己是午餐还是晚餐 日晚 不知道